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灵溪 首先一起来关心今天2月29号星期一的重要新闻 在超级星期二的前夕 华尔街日报和NBC新闻公布的南方三个州的最新民调显示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乔治亚和田纳西州领先 只有在德州落后对手克鲁茨 而民主党的参选人希拉里在以上的三个州 则是以2比1的优势领先对手桑德斯 在乔治亚州 川普得到了30%共和党可能选民的支持 其次是克鲁茨跟卢比欧都是23% 卡森和凯西克都是9% 在田纳西州 川普是以40%对22的优势领先了克鲁茨18个百分点 卢比欧的支持率19% 卡森和凯西克分别是9%跟6% 但克鲁茨在他的家乡德州 则是以39%领先川普的26% 而卢比欧在德州的支持率是16% 卡森8% 凯西克6% 共和党在25号辩论之后 上述三个州有将近30%的共和党可能选民认为 卢比欧是辩论的获胜方 认为川普获胜的则是第二都 在民主党方面 喜莱利在乔治亚州是以34%领先桑德斯 两个人的支持率分别是64%跟30% 喜莱利在田纳西州是以60%对34%领先桑德斯 26个百分点 而在德州则是以59%比38领先了21% 全美有越来越多的州陆续删减失业救济金 美联社的报道指出 至今至少有8个州减少失业金发放的州数 也有些州调降金额以节省开支 美联社报道指出 失业金删减的目的是要协助支撑失业保险信托基金 自2008年经济衰退开始 已经有35个州的失业保险信托基金破产 缩减失业金发给的州数跟金额 可以为缴交失业税的企业 节省数以亿计的美元 以往失业民众在找到新工作之前 通常可以领取26州的失业救济金 而今年失业金发放不到26个星期的州 包括阿肯色州的20州 佛罗里亚州12州 乔治亚州14州 堪萨斯州16州 密西根州20州 密苏里州13州 北卡罗兰娜州13州 以及南卡罗兰娜州的20州 白宫对此提出了警告 表示这些州正在侵蚀失业福利 欧巴马总统的预算提案规定 所有的州必须要发给至少26州的失业金 而且应该要把更多的兼职和临时劳工纳入给付的范围 国际消息方面 伊朗内政部公布了上周国会大选的最后计票结果 总统罗哈尼的改革派和温和派盟友赢得了国会多数席次 并拿下了德黑兰全数30个席位 铲除了首都的保守派势力 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的最后结果显示 在总共290席的国会当中 支持扩大社会自由和与西方来往的改革派 拿下了至少85席 温和保守派获得73席 两者总共拿下了过半的席次 而强烈反对伊朗去年跟世界强权 达成和子协议的强硬派 只取得了68席 宗教少数族群获得了5席 另外还有59席将留待可能会在4月举行的第二回合的选举来决定 路透社报道指出 尽管伊朗实施独特的总统与宗教精神领袖双手掌的制度 教室仍然保有决定性的权利 大选结果对伊斯兰保守派集团仍然是一大打击 而先前强烈反对伊朗和子协议的国会议员大多没有当选 这对罗哈尼使一大鼓励 显示民众压倒性的支持 他与世界强权达成历史性的核子协议 终结了13年的僵持局面 亚太义公共事务联盟APAPA国家研讨委员会主席王延邦表示 他认为纽约华裔警察皮特良案有种族歧视的因素存在 计划结合各界力量 在纽约时报登载声援皮特良的广告 王延邦指出 纽约过去15年间已经发生过100多名警察开枪杀人的事件 只有三个人被起诉 其中一人罪名成立 最后判的还是缓刑 可是梁彼得枪支意外走火 竟然被定罪为二级误杀 面临可能高达15年的徒刑 情况非常的特殊 王延邦表示 法官将会宣判量刑 APAPA希望民众能够写信给检察官 表示意见施加压力 因为法官判刑 仍然需要根据检察官所提的建议 王延邦与APAP戏骨分会的会长孙小光表示 目前计划结合各界的力量 在纽约时报刊登声援梁彼得的广告 孙小光表示 广告费基本上已经筹足 而他们也计划为受害人非洲裔青年隔离的家属 筹募基金 以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29号晚上宣布 中国大陆著名的地产商任志强 由于在网上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和错误言论 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 区委将严格的按照共产党的纪律处分条例 对任志强做出严肃处理 外界认为他可能会被开除党籍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到访人民日报社 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 提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信党 任志强随后发表了微博批评有关言论 表示媒体是国家出资建立的 应该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共产党服务 任志强相关的微博发言稍后被删除 官方媒体也相继撰文谴责 他所隶属的北京市西城区委于29号晚间发出 关于正确认识任志强严重违纪问题的通知 指出任志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网络持续公开发布违法讯息和错误言论 并产生恶劣影响严重损害党的形象 作为一名党员 任何公开发表的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一致的言论 不论是在网络还是在其他媒体 都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 武汉大学昨天推出了最新的中国一流大学排行 排行前三名的分别是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 这份排行出自于 由武汉大学的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RCCSE 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和中国科教评价网 推出的2016年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咨询报告 这是RCCSE连续第13次发布 中国大陆的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结果 排行是根据一流的队伍学科 技校国际化和影响力等五项标准来选出的 选出的100所大学当中 理工类有43所数量最多 综合类28所 师范类大学则有10所 上榜的前10所大学除了北大 清华跟浙大之外 也许还有上海交通大学 武汉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 吉林大学 中山大学 及华中科技大学 众所瞩目的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 昨晚揭晓 已主演神鬼猎人 The Revenant入围的最佳男主角 李奥纳多 终于不负众望 拿下了生涯的第一座小金人 41岁的李奥纳多 迪卡皮欧演艺生涯25年 先前四度入围奥斯卡演技奖 都无功而返 这次在神鬼猎人片中 演活了荒野求生的皮草猎人 奥斯卡登场前 就是最佳男主角的大热门 他稍早已经凭这本片 获得了金球奖的肯定 昨晚再拿下了奥斯卡 成为双料影帝 其他主要奖项的得奖名单 包括有Spotlight 金爆焦点 活般最佳影片 主演不存在的房间Room的布里卡尔森 夺得最佳女主角奖 神鬼猎人的阿里安卓 钢扎雷伊纳利图 获得最佳导演奖 英国演员马克劳林斯 以间谍桥Bridge of Spies一片 击败原本被看好的老将 西威斯斯特隆 拿下了最佳男配角 艾西亚维坎德 以丹麦女孩The Danish Girl 夺得了最佳女配角 而最佳动画长篇 则颁给了 Inside Out 脑筋即转弯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下回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by bwd6